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春天月后 头库殿伦来社区的印度影响是越开越漂亮 所以就去后小车起来 秋葬也开始温暖了 粉朗盛汇率也越来越危险 那么4月2号 当天我们除了这个 闪云彩街活动之外呢 还有儿童绘画的写生 那加上农会的农特产品的展售 以及我们每一个社区的这个 艺文表演 所以节目相当的丰富也多元 那欢迎我们各界的乡亲 能够历临土铺镇 来参与这一次这个艺文的盛会 虽然活动受到企业影响有更好一些 但是说这段影响整个活动 有更加选择时间等准备 除了公司的活动以外 好好和农会也有精彩节目 学校原本就蛮多元的一个发展的学校 我们学生有很多才艺 所以我们学生也配合这次的樱花祭 有国乐还有口琴跟管乐队的这个表演 学校当中有做一些米食创意料理的展示 还有甚至我们有现场准备四项 香格伦 薄米香 米吐司 米蛋糕 这个品尝试吃 论来社区经历很好 营造这方面也相当成功 当天也将会担任民众 做会进一社区 观看东北威家中心富的菜式世界 我们社区的这个人材很多 我们有一个张政府的插画画家 帮社区画了一些艺术创作 这个在我们社区里面 就有一个故事的园区 所以说我们在建筑的活动 就可以看到我们故事园区里面的一些 社区的绘本故事 还有一些农特产品的展示 印度营会已经漸漸展现出粉红社区里 这礼拜六有表演有美式 2700个大人小孩最近来参加 继续聚意 福音来接 记者里面跟我们冲布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